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加征无穷 当神 当主在我们中间掌权 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国家掌权 政权与平安要加征无穷 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特别来分享关于平安 我们神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平安 而这个平安跟一般人所求的平安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平安 享受这个平安 然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平安的使者 我们来先读几处的经文 我们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 还有第五十二章第七节 另外就是民宿记第六章二十四二十六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大三可以挪开 小三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必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约华说的 那报家因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 对习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加美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神 祂是赐平安的神 祂乐意把平安 而且甚至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个非常丰富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不安的世代 很多的事让我们不安 让人不安 其实不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其实不安的根源 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 因为罪是我们离开了神 假如我们再一次转回来到神面前 我们感谢神 神乐意把平安赏赐给我们 平安赏赐给我们 而我们看见人在这世上 人在追求 不管是很多的人 我们看见到庙里面去求 是求平安 希望能够求的平安 但是非常可惜 人在那里求平安 为什么 因为人不安 因为人不安 个人 我们感谢 个人不安 我们的心里面不安 家庭不安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求平安 有人 他求平安 他就把求平安 贴在 他住在楼上 然后在楼下 他在那里 楼梯那里 他就写上下平安 贴一个上下平安 然后在进门那里 就贴一个 就是说出入平安 出去也平安 进来也平安 然后在家里面 客厅那里 就贴一个大小平安 在家里面大小都平安 然后在他的卧室那里面 就贴一个日月平安 白天晚上都平安 但是贴很多 有没有平安 还是没有平安 事实上我们看见 人在那里求 因为那个平安 不只是外面的 不只是环境的 平安更是我们内心的 我们期待 求主恩待 我们让我们今天 再一次从圣经里面来看 我们感谢神 神不但是赐平安的神 他在那里 神愿意跟我们 立平安的约 我们再来看 这几处的 刚刚我们 好 我们看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第五节 还有五十四章第十节 另外以西节 三十七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来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贫乏 得平凡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大三可以挪开 小三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 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并且我要以他们 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 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们感谢神 我们活在这个不安的世界 太多的事 我想特别 我们看到 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 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的灾难 而这些灾难 我们看见 当我们看报纸 当我们在那里看 我们看见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们里面 好像是让我们非常的不安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神 祂是赐平安的神 祂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而我们在这里看见 祂所赐的平安 不但是让我们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平安的了解 我们就觉得 平安 一般求平安是什么 就是平安无事 没有事 不要有事情 不要有疾病 不要有肺炎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赐给我们的平安 远远超过这个 神更要把 不但是把这个平安给我们 更要把我们 里面的平安给我们 而这个里面的平安就是 因祂受刑罚 我们就得平安 因祂受鞭伤 我们就得医治 感谢神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让我们能够因着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当我们能够在祂的里面 我们看见耶稣所留下的宝血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里面 我们有一个赦罪的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个不但是赦罪的平安 更是进一步 让我们能够经历 让我们能够看见神 恩待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但是得到医治 不但身体的医治 更是我们心灵的医治 以至于看到神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 因祂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 是平安的约 其实新约跟旧约 最主要就是 神要把平安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回到神面前 来到神面前 而且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面前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而且不只是来到神面前 我们来到父面前 祂是我们的阿爸父 而我们感谢神 以至于我们里面 而且在这里说 大山可以挪开 大山挪开是何等严重的事 小山也可以迁移 但是神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 祂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求主来恩待 让我们看见 神跟我们立的约 那个约是平安的约 旧约在那里预表说 这个平安的约必要实现 透过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让我们能够得着 这个平安的约 在新约的里面 耶稣我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这个新约就是平安的约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 我们感谢神 神愿意把平安 把平安的约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祂的里面 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平安真正的意义 我在说很多时候 是我们一般认为说 平安平安 就是好像平安无事 在旧约的里面 好像在开始的时候 比较偏在这一方面 常常说平平安安 你平安了吗 平平安的回去 好像比较是 在那里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事端 但是假如我们看见 其实关键很多的时候 我们失去平安 大半是什么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看见 是关系不对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 当我们跟家里的人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不对的话 我们就失去平安 所以感谢神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为我们舍身流血 乃是要让我们能够恢复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恢复我们 跟人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看见 在这样的里面 所以不但是没有事端 而且没有争端 而在这个里面 我们进入跟神和好 也能够与人和好 能够与人和好 所以平安 在圣经里面 我们慢慢看见 那个更完整的 这个平安 是一个非常完整 是整全的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 是完美的 是幸福的 这个平安是安灵 安康 安和 圣经里面讲到平安 不但是好像 就是这样的平安 是圣经里面提到 十分的平安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 能够十分的平安 而且圣经里面又讲到说 那个丰盛的平安 讲到说我们大有平安 讲到说 这个平安是长久的平安 而且这个平安 好像河水一样 弟兄姊妹 我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 阿们 若是在我们的里面 有任何的不安在我们的里面 不管是哪一方面 我们求神 现在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 阿们 让我们看见 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这样的完美 是这样的丰盈 是这样的幸福 是给我们的平安 那个平安 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享受 享受这个平安 犹太人 他们常常就是见面的时候 就是问安 就是shalom 这是平安 但是我们看见 这个平安 其实不只是好像礼貌的这种 这种问安 有些人好像平安平安 就是跟你吃饭差不多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感谢神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而且特别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说 shabbat shalom 这是在安息日里面 我们跟神对齐 我们家人夫妻对齐 亲子之间对齐 全家在一起 那种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在这个里面 让我们经历安息日 所带给我们那一个平安 那一个安康 他们犹太人说 不是我们守安息日 是安息日守住我们 守住我们的家 弟兄姊妹 在这里求主帮助 让我们能够经历 那一个平安 是非常深的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而我们看见 是我在说是平安 包含是 有时候很多时候 让我们经历 那个平安 好像是 让我们从一些灾难的 从一些困难的 从一些疾病里面出来 但是有时候 神没有应许我们 天色常蓝 没有应许我们 花香常蜿 没有应许我们 一帆风顺 有时候 容许有一些的苦难 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的苦难的背后 我们看见 瘟疫的背后 或者是我们看见 现在在非洲 那个蝗虫的背后 所有这些灾的背后 我们知道 背后常常跟我们人 背逆神有关系 跟罪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转向神 我们看见 在约尔那里说 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那个蝗虫 有多少呢 在非洲那个蝗虫 四百亿 哇 真的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看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看 约尔书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蝗虫的那种 但是 我相信 约尔书那里说 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 转向神 我们哭泣 我们悲哀 我们转向神 我们近视祷告 我们撕裂 不是撕裂衣服 我们撕裂心肠 我们就看见 神要让我们经历 我们可以完全地转回 从这些苦难 从这些瘟疫 从这些灾难 从这些蝗虫 蝗虫的这些东西 我们能够转回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神是当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 我们更多与神对齐 我们彼此对齐 跟神合一 我们彼此合一的时候 在前一两年 台风 十二个台风 要到台湾 快到了 六个往北 六个往南 后来我到 别的国家 我们谈到这个见证 他说你们祷告 不要祷告太多了 因为台风都转到我们这里来 我说我们没有叫他转到哪里去 我们只是来到神面前 我们甚至也没有为 好像希望台湾转向祷告 我们只是说 神啊求祢联名我们 我们需要祢的怜悯 我们需要转向祢 弟兄姊妹在这里求主帮助 我相信 但是我们也在这里看见 神而不但让我们 能够经历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瘟疫 让我们让我们让我们通过转向神 得享平安 我有恶人陷在手挖的坑中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以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守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在末日 末后有指望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看见 是 有一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遇到了苦难 有一些苦难 我们说刚刚讲的 大部分的苦难 大部分的一些问题 灾难 是跟罪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时候 好像不一定 一定有关系 但是有时候 其实我们看见 约瑟被卖到埃及 被关到监狱 跟他的罪 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跟他哥哥的罪 比较有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见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看见说 神容许 有一些时候 让我们在困难中间 在苦难中间 当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相信说 神的意念是什么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赐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的意念 要叫我们末后 有指望 所以我相信 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这样说 神的意念 这一个瘟疫 这一个肺炎 临到 这个不是神本来的意愿 神的意愿 神的意念是什么 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也相信说 这个灾祸 来到的时候 我也相信 神要让我们经历 经历什么 经历 让我们末后有指望 今天晚上 八点钟 我们会跟 最严重的地方 的一些同工 家人 在 在room里面 我们一起 有一些分享 那一天 我们在那一边的 第一次我们在 合一的旅程中间 第一站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们听到说 他们全家 因为他的媳妇 在医院里面工作 而他的病人 就是 一开始就 得到这个肺炎 后来而且死了 而且他被 确诊 他也得到 回到家里 他们三代 全部都确诊 全家 但是在那个 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仰望神 他们相信神 你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这样 在 在获的意念 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 在印尼的时候 我们就 传 我跟菲利牧师 祷告 然后把这一个 祷告 带到 那个最严重的地方 带到这个家庭 那一天 我们在台南 我们再一次 跟他联系 他们全家 都得到权益 然后 他声音 非常的大 我们说 你们现在 全部都不能去 我们下个月 在韩国 回家的聚会 但现在韩国 情况非常不好 不知道能不能去 他们说 他们全部的人 都不能去 因为 是最严重 但是我们说 你们不能去 我们去 我们愿意去祝福 我们愿意去祝福 韩国的家人 阿们 阿们 有一些时候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些的问题 有一些的困难 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永远地抓住 神啊 你的意念 永远是自平安的意念 不是这样 在获的意念 而且我们相信 在你的里面 我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也看到 神在那里 要让我们在那里 看见 神不但这样 而且 他要赐给我们 平安 不但平安 而且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 因为我们 遇到了 出人意外的一些事 我们一起来念 这个 我们很熟悉的圣经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在二十八年多以前 我五十岁 那时候我有淋巴癌 那一天晚上 我其实我身体 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 然后手上有一个东西 后来去把它拿掉 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事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 谢院长还有曾国生 指使到我们家 十一点 我说奇怪 怎么这样晚来 那时候谢院长 他还是在台大医院 做医生 他是病理科的医生 到我们家 然后他坐下来的时候 看见很沉重 脸色很沉重 然后那时候 谢院长就说 他说周牧师 你那个切片检查 是淋巴瘤 我听到淋巴瘤 我说淋巴瘤没听过 我说淋巴瘤 是恶性还是良性 他说淋巴瘤 没有良性 都是恶性的 后来 其实他那一天没有讲 他说我那个瘤 看起来是很流氓 恶性的瘤 那天晚上 他们走了 我跟周师母 我五十岁 周师母四十五岁 我们在想说 哎哟 听到淋巴 听说好像是全身的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好像很多 常常想一些 常常感觉 好像有一些 不安的一些东西 在里面 有一些挂虑 但是周师母 有一天她在祷告 祷告 神就给她这一节圣经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就问她说 你要什么 她说我要一个 健康的丈夫 神说我把健康的丈夫给你 感谢神 已经过了二十八年多 神让我能够健康 神赐下 神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但赐平安的意念 神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 赐给我们 他祷告我 很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没有跟我讲他的祷告 但是我看见他很平安 我有一点不安 我说奇怪 你这丈夫淋巴癌 你怎么这样平安 其实 你们的光哥 他那时候从美国回来 我们 他在 第一个 他在逃避神 逃避教会 逃避父母 很头痛 很不安 但是有一次也是 周师母祷告 神跟他说 我要使用你的儿子 超过他的父亲 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是有时候我们会有挂虑 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会感觉不安的事 包含我们个人的 我们的身体 或者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工作 我们哪一些方面 包含我们的家人 但是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现在就 领受神的话说 应当义无挂虑 应当义无挂虑 我凡事要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我所要的告诉神 不但要祷告 要祈求 还要感谢 然后告诉神 神就要赐给我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看到 教会增长 很快的时候 我们看 使徒行传一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念来 那时 犹大 加利利 撒玛利亚 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这是使徒行传九章 使徒行传八章九章 是什么 那时 那时是什么时候 那时就是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 就是教会受到逼迫 不但逼迫 我们感觉在第八章 那个逼迫 教会大受逼迫 而且第九章 就那个逼迫的 那个不但是 在那里的逼迫 而且是追的 逼迫的那个扫罗 但是我们看见 就在那个时候 犹大 加利利 各处的教会 都得 什么 平安 这个平安 不是没有事情 这个平安 不是没有逼迫 这个平安 是从神那里 出人意外的平安 而且不只是一个教会平安 是都得平安 犹大 加利利 北边 犹大南边 撒马里亚中间 整个来说 就是整个以色列的 那个地方的东西 南北 全部 所有的教会 都得平安 阿们 求主来恩待 我相信 神要让我们 在这个问题 困难的中间 在台湾 东西 南北的教会 都得平安 而且不但都得平安 而且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中国的教会 增长最快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教会 遭遇到最大逼迫 那一段时间 在那一段文化大革命 那一段时间 但是 过去教会 其实 有人说 福音传到中国 有些说 为什么 好像传到中国 只有两百多年 其实 在更早之前 甚至 有人说 多玛传福音到印度 在印度建立教会 我去印度 看多玛的坟墓 有人说 多玛曾经也到中国来 派福音队来到 但是 这个没有 但是不管 汉朝的时候进来 但是又出去了 元朝的时候进来 又出去了 明朝的时候进来 又出去了 但是 最大逼迫的 最后这一次 教会 生根建造 被建立 教会增长 快速的增长 弟兄姊妹 求主恩待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所求的 不只是平安无事 阿们 我们所求的就是 让我们在患难中 在苦难的里面 甚至 我们也相信 在这一次的 瘟疫的中间 我们要看见 神要让我们经历 大丰收 阿们 有一个先知 讲说 在很久之前 就讲说 这一次美国 那个Super Bowl 就是Kansas City 那个队 得到冠军的时候 会带来一个 世界属灵的大丰收 那一个好几十年 没有 没有 那一次 前几天 前不久 也是逆转胜的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相信 神在 大概一个礼拜前 那天晚上 我做梦 梦见 我在跟 好像一个人谈话 但是 我忽然 好像在一个 石头 一个西的旁边 谈话的时候 我看见一条蛇 从那个洞里面出来 舌头 后来看见 那个蛇 跑出来 我是一个 非常怕蛇的人 但是那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在梦里面 好像我不大怕 那我就 想到说 在我们 不管 你跟谁 当我们一起 在那里 我们小组 在那里 我们的聚会 现在 其实神在我们中间 但是蛇 撒旦也在这里 但是后来 我就看见 好像 后来看不到 那个蛇了 然后我就 拿着钓杆 就甩下去 哇 那个鱼 很快就来摇 我一拉起来 不是一条 哇 很大一条 又再拉起来 两条 三条 四条 一杆 就拉四条 然后我 拿丢 给别人 哇 也是一样 我相信神 要让我们 经历丰收 阿们 在患难的里面 在困难的中间 让我们相信 神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但要把平安给我们 也要把平安 赐给我们周围的人 以至于 让我们能够经历 那一个 从神来的平安 跟神和好 以人和好的平安 以至于看见 神要在我们的里面 做更深的工作 最后我在这里说 我们 当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要成为 平安的使者 我们来看 是第一个 用平安来祝福 就是大祭司亚伦 他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念 他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 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我们盼望 我们能够笑法 笑法亚伦一样 我们在那里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向你仰脸 赐你 Shalom 让我们能够成为 祝福平安的人 其实亚伦所祝福的平安 他那个时候 对平安的经历 其实还是很肤浅 因为耶稣还没有来 救恩还没有成就 但是他在那里祝福平安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不但效法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报家音 传平安 我们再来念这一节圣经 那报家音 传平安 报好信的 传救恩的 对西安说 你的神做王了 这人的脚 何等的美 我相信神 要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在今天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都来报家音 传平安 我们不只是在那里 报那些瘟疫 现在整个都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手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阿们 当我们进到一个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愿意愿意这一家平安 当我们进到那一家 我们愿意愿意那一家平安 我们住在那个大楼 我们也祝福那一栋的大楼 能够平安 不只是平安无事 不只是平安没有肺炎 而是真正的能够以神和好 能够认识耶稣 祂是平安的主 我们要效法 我们看见 效法使徒 使徒 我们来看 我们选了几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下面 就是保罗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 奉召作圣徒的众人 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恩惠平安从神 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手傻的 愿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给你们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 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 必常与我们同在 保罗的书信 每一封书信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他这个 是他所经历的 不是好像讲出一个 好像一个礼貌性的 问安的话 他经历这个恩惠是这样的真实 这个平安是这样的真实 当他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所经历的 不只是赦罪的平安 胜过罪的平安 包含他传分 被棍子打 被石头打 在海里面 传破了 但是他经历 这个平安 恩惠平安 是这样的实际 所以他给众圣徒 给众教会 每一个圣徒 每一个教会 一定祝福 这个恩惠平安 领到你们身上 我们看起来 不单是他这样 我们看起来 彼得也是 刚刚我们所读的 彼得 但你说 平安多多加给你们 是彼得 前后书两次 多多加给你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期待 我相信 神的平安 在这个时刻 要多多加给我们 多多加给我们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教会 恩惠平安 要多多加给 现在在苦难中 特别在那里 香港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韩国的教会 日本的教会 我们相信 神是赐平安的神 是平安的神 而且 最后就是恩惠 怜悯平安 保罗写给提摩泰 在前书后书 恩惠平安中间 加一个怜悯 这里约翰二书 也是 愿恩惠 怜悯 怜悯平安 弟兄姊妹 感谢神 神是恩惠给我们 平安给我们 但是有时候 我们说 神啊 你怜悯我们 有时候我们 在那里 碰到有一些事 但是 我们不知道 怎么办 我们说 神啊 不但恩惠 不但你的平安 求你怜悯 需要你的怜悯 有时候 我们祷告 祷告 好像没有什么 看不见 看不见 结果 但是我们说 神啊 需要你的怜悯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 保罗写给 其他都是恩惠 平安 但是写给 提摩泰的时候 一次 两次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 提摩泰 他的个性 比较 或者比较年轻 但是 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神 神的恩惠 平安 谁是 谁在 不管你现在 碰到什么事 可能困难的是 神的平安 在那个事情上面 赐给你平安 在你的身体软弱里面 赐给你平安 在你功课上面的困难上面 赐给你恩惠 平安 在你人际关系上面 赐给你恩惠 平安 在你疾病上面 赐给你恩惠 怜悯 平安 最后 我们来说 不但是我们为个人来求平安 我们为教会求平安 神也要让我们为城市求平安 我们来读这几处的经文 来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的城中平安 愿你的宫内兴旺 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不是耶路撒冷是特别的 那是大君王的城市 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要再来 要降在西安山 但是是那个城市是我们需要祷告的 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但是我们也要为 这里提到说 当你被掳到那个城市 欢迎说你不喜欢那个城市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 那个城市得平安 我们随着得平安 约瑟他被卖到埃及 我相信他在埃及 甚至在监狱的里面 他为埃及求平安 当埃及得平安的时候 他同时得平安 而且他把平安带到埃及去 我们看到丹伊里被掳到巴比伦 我相信丹伊里在巴比伦 在那个困难的环境中间 被掳到那里 但是他为巴比伦求平安 当巴比伦得到平安 他也得到平安 而且他成为一国的宰相 而且不但是一朝一朝的宰相 两朝三朝 国王患了 但是他没有患 因为神在他的里面 政权与平安要加征无穷 求主来恩待 我相信神不但要把平安给我们 把权柄给我们 让我们所到的地方 我们不但到那个地方 我们看见我们把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把平安带到那个家庭 任何的家庭我们去 我们为那个家庭求平安 我也相信我们看见神 要让我们成为在教会里面 我们为教会祷告 为众教会祷告 为原住民的教会祷告 为客家的教会祷告 为国语的教会 为台语的教会 为乡村西海岸的教会 为离岛的教会 求平安 我们相信恩惠平安要临到他们 我们为列国求平安 我们相信神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平安的使者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 你是赐平安的神 弟兄姊妹 你有不安吗 你有一些事情 使你挂虑吗 应当义无挂虑 凡事每一件事 让你挂虑的事 让你不安的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把你所要的 告诉神 神要赐给你 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的心怀一年 你为工作 有不安吗 在职场的里面 你为马上要 开学 要上课 有不安吗 应当义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把你所要的告诉神 神会赐你 出人意外的平安 求主也恩待 当我们得着平安 享受平安 我们要把 成为平安的使者 让我们把平安 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把平安带到我们的家 带到别人的家 把平安带到我们的教会 也带给别人的教会 把平安带到我们的城市 也把平安带到 其他的城市 我们宣告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武汉你要得着平安 政权与平安要加征无穷 主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 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 过去现在将来 都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让我们现在 幕后有指望 现在就有指望 做我们谢谢你 把我们个人 把我们的家庭 把我们的工作 把我们的小组 把我们的教会 把我们的城市 把我们的国家 交给你 做我们谢谢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神长圈 我们一起站一起来 哈利路亚 神长圈 哈利路亚 神长圈 从永远到永远 啊 哈利路予 神长圈 神长圈 哈利路�aj 神长圈 哈利路亚 神长圈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以色列与神 有一个平安的约 是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 而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说 这个平安的约成为永远 今天所有的外邦人包含我们 我们一样进到了平安的约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我们 约中间的那一个 献上生命的那一位 因此今天我们都在平安的约的里面 而且这是永远 我们在这个永远的里面 你是否可以从里面 开始生出那样的勇气来 今天我不知道 在我们当中 或者你是在用网路在收看的 当你听完这篇信息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邀请平安住在你的里面 你知道Shalom平安 其实它是有位格的 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本体 当你邀请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 祂就是那个平安的初 第一个带来平安的那一位 平安的使者 今天若是你愿意 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 而那个平安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能够成为那平安的使者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低下我们的头 今天我不用你举手 因为还有包含所有网路前面你在看的 今天我要你做一个动作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说神我愿意 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及生命的主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邀请他 邀请平安的救主居住在我的里面 因此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 你愿意你就一起来祷告 所有弟兄姐妹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是完全良善的父 耶稣基督我欢迎你 你就是平安的使者 今天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 居住在我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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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领受你平安的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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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帮助我 帮助我 时常的提醒我 我是在这个永恒不改变的约里面 以及我可以对所有我去到的人周围 以及我可以去到我所有认识的人周围 都告诉他们平安 Shalom 住在我们的里面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三个人 因此让我们带着平安去到每一个 我们去到的地方 下个礼拜就开学了 学生们去到学校的时候 带着平安去到学校 所有在职场的弟兄姐妹 带着你的平安 使你的公司能够稳定下来 可能连你的老板都在惧怕的里面 这个时候是你可以带下平安的时刻 让我们成为这个国家安定的力量 让我们成为这个国家 能够带出平安的口 平安的力量的使者 好不好 若是你愿意 你也相信再次把掌声归给神 好吗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同样我们在大厅的外面 仍然有我们的VIP室 若是你是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 欢迎能够去到 这个我们的休息室 VIP的休息室 让我们能够来接待你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面 回到我们的职场 回到我们的学校 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